市長的很多民眾都找到到時期出國路由 不過對特區長輩來說出國路由是比較不方便 為出發生基金會的時期版 多出國路由互動 讓長輩可以日後來感受到路由盡頭的歡喜 當時也為國立正不看互動 做第一波的生團 謝謝大家貴賓 阿公阿嬤歡喜、體重、行李相 現場的氣氛是相當的倒立 市長的很多民眾都會出國路由 不過對牠手比較不方便的特區長輩來說 是比較有機會可以出國 為出發生基金會 東南沾是從外長中心佈地神奇兵 並且來坐著機票 讓長輩可以感受到出國的煩惱 你先去日本島嗎? 九州 你現在說到現在出國去出國嗎? 不敢啦 牠沒那麼多走 那去啦 我穿得去桌子 走走走走 你也走走走 對 今天在這樣 有感覺出國嗎? 有啦 我再一組代表館 感謝我們華山基金會 這些天才 也要說我們社會國際 因為華山基金會 一直以來都需要國際的支持和贊助 如果要觀看 可以來找華山基金會 這個地方大家再回來做愛心 我們東南有一位陳奶奶 其實她年輕的時候 曾經出國去過日本一次 可是後來受限於經濟狀況 還有她現在腿腳催化 其實就不曾再出國過 那我們雲林東南天使站 這是我們的站長黃亞 那她也感受到長輩的需要 那也結合了在地很多的善事 希望讓老人家即使不出國 也可以體會到出國的樂趣 另外今年一年五日就要交流 不然華山基金會 日光日山要老人 五日等起來 公義行動這麼困惑中 為了小老人 不然五日關懷的一篇一期 老人告出後部的經費 那另外呢 因為現在適逢我們端午佳節快要到了 那因為我們都會在端午節前 去送老人家就是 包含粽子等端午的關懷禮 那今年呢 因為老人家曾經跟我們講過說 我如果有一包米我就可以搬下去了 所以我們今年呢 也特別在端午關懷禮 也另外呢 加了一包就是溫度米 就是如果我們三宿有來買這個溫度米 我們就可以一起送給我們的長輩 郭婷姐就要到了 無限華山基金會 郭婷姐相關的觀看 才在看不中 歡迎有幸福的鄉親 可以像華山基金會的網站來查詢 記者聽譜音唱報道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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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嗎 谢谢大家